市区内起大雾 天冷到一群人直接蹲在路边生火取暖 南亚国家孟加拉 过去一星期受寒流影响 全国冷嗖嗖 首都达卡 气温甚至骤降到摄氏7.2度 明显低于当地一月均温26度 创下54年来新低 低温持续 达卡星期一就出现浓雾 太阳照不进来 持续一整天 导致部分航班起降受影响 当地媒体报导 孟加拉北部就有至少20人 在这次寒流中 因为呼吸道或心脏等相关病症 猝死身亡 上千人送医 气象单位预测 寒冷天气会持续到月底 首都气温维持在11度左右 大爱新闻 留言好